在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为了提高资深竞争力 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考取研究生的道路 某天一位同学对我开玩笑地说 谁都没你厉害 等你考上了你可就是研究生啊 还记得当时的我回答了这样的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觉得研究死 我可能还比较在行 没成想多年以后可能是命运的安排 这句玩笑话竟一语成衬了 现在的我果真安逸地坐在椅子上 和大家一同研究和探讨着类似的话题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曾向大家抛出有关灵界中电磁场的问题 而有关这个问题 网友李嘉欣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科学所定论的电磁效应 个人认为可以作为灵异活动的依据和参考 此外 我认为有关磁铁的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原理 同样可以为灵界内 以及人世间磁场活动的规律找到依据 而之所以会存在大量灵动现象 对灵体的目击接触以及电磁场干扰 或许并非因为世间的人类异性相吸了灵界的灵体 而更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灵体同性相斥了附近的人类 出于这个原因 每当人类和灵体间尝试建立深层次的沟通 就会由于不适应性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 那么你是否认同李嘉欣的观点呢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三个比非常人类看憨斗先生 被吓到失眠还有恐怖的恐怖灵异影片 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 我们开始了 第三个 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各种缘由的自杀 平均约每140个死亡人口当中 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身亡 人们通常会认为 以强行手段终结自己的生命 是了断一切世间烦恼和苦痛的最终办法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可能无法像和仍在世的人们交流一样 同已经辞世的他们建立直接的沟通 但现代科技的产物 却为这种看似无法实现的信息对接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期台湾灵异探险频道204档案的频道主 十四和宗豪 一同于深夜时分来到了一座 位于公墓近旁的凶宅内 望着将宅子紧紧包围住的密密麻麻的杂草 以及建筑外围破损的墙壁和窗子 宗豪估计 这座宅子很可能被荒废已达30年之久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前屋主 已于多年以前上吊自艺了 而其自艺的地点正是这座凶宅内的某个房间 在经过简要的介绍过后 他们进入到了这栋建筑的内部 破烂不堪的酒柜表面堆满了黑色的灰尘 头顶上仍旧悬着的老旧吊灯 也在极力装点着室内空气中弥漫着的诡异气氛 由于常年无人居住 这里已然被打造成了附近居民存放物品的小仓库 各种盆栽和废弃衣柜堆满了宅子的小厅 石四和宗豪在片刻后来到了另一个堆满电线和残骸的房间内 而在二人交流室内情况的过程中 一个不太寻常的声音被收音设备记录了下来 他们的周围似乎传来了一个疑似男人的讲话声 这个声音像是在附和二人间的对话 但即便仔细聆听也依旧无法辨识清楚这段声音的内容 此刻在这座凶宅内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吗 几分钟后石四和宗豪上到了二楼 为了尝试和可能仍居住在这里的灵体建立沟通 如同往常一样 石四进入到了一间紧离命案发生地的房间内 他开启了EVP灵体沟通设备 并试着向前子的灵体发出了第一轮提问 他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来各位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叔叔阿姨 集合了我们来聊天 当初在这间房子里面自杀身亡的这位朋友 你在现场吗 在十四询问当时的自艺者是否正在他的周围时 不知是不是出于巧合的原因 他得到了两个清晰而明确的回应 这两个回应虽然短促明了 但却不带有任何情绪上的倾向性 然而接下来的这几个答复 听起来可就不那么友好了 在这间建筑物自杀的朋友 能告知我们是在哪一间房间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吗 你选择在公墓旁边自杀 是不是认为死后比较不孤单 这次虽然十四尽力使用平和而冷静的语气 和异世界的不明力量进行沟通的尝试 但却依旧得到了几个冷酷而刻薄的回复 不仅如此 接下来的这个画面似乎更加表明 如果这里的确有灵体存在 那么他们此刻正别有用心的实施着一个黑暗的计划 一个黑色的人影从画面左侧缓缓升起 他试探性的靠近着仍在专心聆听EVP回应的十四 但仅仅几秒钟后 这个影子却又消失不见了 而在另一段视频画面中 我们同样看到了相似的人影 在看到这些让人气死疾恐的画面过后 十四分析 一定是挂在他身上的佛牌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他驱离了试图靠近自己的黑色影子 从而避免了自己真的被鬼上身 那么你觉得如果十四的推测没有错的话 那么意图鬼上身的那个人影究竟是谁呢 他又为何会不停地打着十四的坏主意呢 交给你来判断 如果你曾经六个超自然事件 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欢迎将你的视频或链接附上描述 发送至以下邮箱 我们继续吧 第二个 这支视频由韩国灵异探险频道 Dochua Maikol的频道主Mikol 发布于两年前 在这支视频中 Mikol选中了一座曾因一场火灾 而被彻底弃制的房子 作为新的探险目的地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是否有人曾辞世于这座房子内 但这里接二连三被爆出的灵异活动 却为这座屋舍铺上了一层神秘而惊悚的面纱 有人说 每当夜幕降临 被安放在屋子内的微波炉 总会自己打开 此外 室内频频发生的异动 也是令造访者望而却步的地方 Mikol借着手电发出的光亮 谨慎地在黑暗中朝前走着 没过一会儿 这个画面便使得他停下了前进中的脚步 Ce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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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不知通向哪里的木门 此时突然自己动了一下 此刻他开启的程度变得更大了 但这是否会是一个欢迎Mikor进入室内的信号呢 Mikor喘着粗气进入到了前方的房间内 但在这里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不禁让人变得更加紧张了 因为没有人清楚在前方等待着Mikor的会是什么 左前方柜子的柜门 如同一头发疯的公牛一般疯狂地来回开合起来 此刻的Mikor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不速之客 他在慌乱中逃离了这个地方 今晚中后他再次来到了另一间房间内 但此时 哪里在一起 viewers 线 this oops? 在这里面... 有人在 которых? 有些人是在那裡 有些人 réserv 有些人是在那裡 有些人是在那裡 在那裡的誰? 有些人是在那裡 这位哪里有 快点 此刻被悬挂着的白智灯也开始运动了起来 他富有节奏地朝右移动着 最终消失在了Mikor的摄影机所不可及的位置 但这个景象究竟要表达什么呢 我想只要继续停留在这栋房子内 那么用不了多久 Mikor便会得知事情的答案 在Mikor大气都不敢喘地观察周围的情况时 他猛然听到了一个疑似来自前方钟表的声音 果然没错 几秒钟后 这只钟表上的时针和分针 开始高速旋转了起来 看到这里 Mikor再也无法继续压制内心中的恐惧感 他以一种比钟表指针的飞旋更快的速度 飞奔到了室外 鉴于有直播间内的观众怀疑 这只钟表的异动只不过是来自Mikor的恶作剧 为了证实自己真的没有任何在凶宅内捣鬼的兴致 他重新回到了刚刚的房间内 但钟表还会再次发生异动吗 我们都东西 原本需要很快的 前方的电话 声音rer 我去的电话 我去的电话 听见的时候 这个证明就是重新回音 我去的电话 这次,米科尔终于用实际行动向观众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和某些观众的意料正相反 钟表内并没有任何用来拉动表针的线 或者可见的可以用来做假的机关道具 虽然观众的怀疑使得米科尔多少有些气氛 但他并没有让任何负面情绪占据自己的内心 片刻后,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内 在这里,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什么声音 什么呀? 前方门玻璃的后面 出现了一个白色不明物体 它似乎正在用力的擦着前方的玻璃 终于一动停了下来 但用来擦玻璃的白色纸巾状物体 却被扔到了左侧地面上 几秒钟后 它再次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不远处传来了一个电气发出的风鸣声 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Mikol进入到了一间放置有微波炉的房间内 这台微波炉并未接通电源 那么刚刚的风鸣声会是它发出的吗 为了一探究竟 Mikol关闭了室内所有的灯光 并开启了随身携带的夜视设备 他将镜头对准了微波炉的方向 随后便离开了这个房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咨读 那里放我来 现在陪着 门关闭着 好 不知是否和黑暗的环境有关 Mikor刚刚离开房间 相机便开始了猛烈的晃动 如果这并不是一场恶作剧 那么或许真的有什么东西 正在把玩着这台相机 几秒钟后 相机的异动越发强烈了 虽然仅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 Mikor便侵赌了大量恐怖的灵异活动 但他依旧觉得 所有这些景象所带来的恐惧感 并未超出他的承受范围 直到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终于Mikor离开了这栋 让人又气又怕的建筑 那么 你觉得Mikor所经历的一切 会是灵体所为吗 说说你的看法 第一个 大约一个月前 某服装厂总裁 向日本灵异追踪频道 Forth Wall的频道主 发送了一段 有手机拍摄的 闭露电视影像 根据这位总裁的说法 之所以会在工厂内 安装闭露电视 是因为这里 曾于三年前 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件 但谁知 三年后的某天 这套安全影像设备 却拍下了几段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画面 事情还要从工厂内 一位女员工的辞世说起 Tanaga 是一位曾在这里 兼职工作达二十年之久的职员 而在这并不短暂的 二十年的时光中 她得到了几乎所有 其他兼职员工的认可和喜爱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一年前的某天 Tanaga 突然离开了所有人 她的离世 当然使得不少昔日工厂内朝夕相处 协同工作的员工们伤心落泪 倍感惋惜 但事情却不止于此 一年后的某天 这位总裁在查看工厂操作间内 闭露电视影像时 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右侧中警处桌子上的缝纫机 竟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 自己运转了起来 据这位总裁的说法 这台缝纫机正是前员工 Tanaga工作时使用的机器 工厂内有不少人猜测 Tanaga很可能在辞别后 依旧留恋不舍自己生前的工作场所 以及朝夕相处的同事 因此她的灵魂才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并重复着自己生前的工作 此外 Tanaga在辞别前 还曾有另一个近人皆知的喜好 为自己心爱的人体模特穿衣服 而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再次看到 这只曾被Tanaga爱不释手的模特 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异动 面对接连在工厂内发生的诡异状况 这位总裁温和地说道 如果这些灵异活动 的确来自Tanaga 那么她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在看完这些诡异的画面后 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请将你的感想写成一篇三千字的观后感 明早上课前交到课业组长的手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恐怖 灵异 超自然 以及神秘视频 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crip